getSwing 那getSwing去取得什么呢? 取得这边特别注意 有一个r.swing.report.resout 那这个地方特别注意就是说呢 在resource档里面 我们取得这个resource档里面的这个 其实就是advice 你把它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呢 这边就有个report.resout 这边就有个bmi结果 实际上我们在这边取得 bmi的结果呢 实际上不是用key的 而是用什么呢? 而是用取得志愿档的方式 那取得志愿档特别重要 其实你可以用打的 像这边的话呢 出一个大r 那我怎么取得resource档? 大r点 点之后的话呢 它自动会跳出什么呢? 跳出string 这边让你去跳 你按一个enter之后的话 我比较建议你们在 撰写程式中点的 因为点之后呢 它会自动跳出你要的东西 你再按enter 自己key的话很容易key错 那按enter之后 你会发现东西就出来了 不需要自己去撰写 如果你自己key的话很容易key错 那再加上什么format bmi value 就把bmi value放进来之后 再format 那format里面 它也是要我们考 就是说 你懂不懂 去做一个格式化的动作 比如说我今天给它一个 一个词 一个double的词 我希望格式化成什么呢? 格式化成点 后面小顺两位 那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 这个 这个dysmo format 不过dysmo format 特别注意哦 这个东西不是enjoy的class 我往上看一下 到时候如果说我们要用的时候 我记得它本来就已经汇入进来了 在这里 它是属于java的test 里面有一个dysmo的class 所以到时候呢 假如说呢 我记得印象中它是已经预设 已经 帮我们汇入 import进来 那如果没有import的话呢 到时候没有关系 你打dysmo format之后的话呢 游标放上去之后呢 它也会侦测到 所以你就用点的 汇入什么呢? dysmo format 点下去就可以了 到时候呢 它会自动帮我们汇入 自动帮我们汇入到这里 java.test.dysmo format 那format的方法的话呢 第一个就是利用dysmo format 后面再刮符 给它我们要的格式 比如说到小数点两位 就是这样的表示 接下来的话呢 再把我们的这个词 传进去给它 因为我们传进来是Number 传过来之后的话呢 它会利用这个dysmo format 里面有一个方法 就format 方法 format format之后的话 再传回来 不过特别注意 传回来的词呢 是一个string 所以我们return回去的话呢 就是一个string 那return回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 我们要的格式 return回来 就我们的格式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得到我们的 这个BMI的建议值 那再来的话呢 底下这边 跟身高体重取得 那这边的话呢 再来GATS 刚刚是GATS的BMI 好那GATS